欢迎收看安川工业机器人入门与进阶培训课程 我是你们的主角老师李涛 温小杰我们学习Jub程序操作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Jub 机器人动作及流程编辑档案称之为Jub 在程序中可以依照使用者需要编辑需要点位及相应的动作 就是说你我们在程序中运行的那个指令啊 都是写在这个Jub里面 它里面可以存储一些点位 还有一些指令控制IO啊 一些逻辑指令 可以编辑多个副程序 通过指令相互连接 Jub呢其实就是程序的意思 这个控制柜最多可以编辑二十万个机器人点位 还有十万个机器人命令 Jub就是程序内容 这个大家记好了 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程序的创建 还有删除等等一些操作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视角器上面 当我们开机之后 看一下这个屏幕的左上角 会有一个程序内容 我们点击这个程序内容 会看到一些选项下拉框 程序内容选择新建 我们首先点击新建程序来新建一个 然后呢我们输入一个程序名称 这时候点击选择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输入一些名称 简单输几个 点击回车 点击回车 再点击执行 这个时候呢就新建好了一个控的程序 NOP呢是程序的首行 END呢是程序的结尾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写两个指令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呢 它已经有了一条指令 这个就是缓冲区 就是等待被写上去的一个指令 在这个位置显示 我们直接点击回车 这个时候呢 一条指令就已经被写上去了 我们可以移动一下 再次写上一条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写上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序 然后我们再可以看一下 左上角这个程序 点击它 会出现一些功能 选择程序 调用新建重命名 复制删除程序 这些呢就是对程序的 比如说复制啊 删除之类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 点击这个重命名 重命名这时候呢 就会让你输入一个新的名称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个 删除 输入一个新的名称 之后呢 点击回车 它问是否重命名 我们点击是 我们看一下大概在这个位置 QWE 重命名之后就变成了122 再次点击程序内容 还有选择程序 选择程序就是我们已经新建好的程序 可以在这里面选择 比如说我们选择 第五个 点击选择 这就打开了我们之前已经建好的程序 那点击程序内容 还有新建 选择程序 容量循环 循环 程序只跑一遍 直运行一遍 连续呢 就是程序的一直循环运行 选择之后点击选择 好的 这个就是程序 Job的操作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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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